其实不止是蛋 接下来因为考量到 你看还没有6月 现在还4月多而已 通常都是在这个端午前 猪肉又会反映一波价格 不过现在猪肉已经在涨了 那猪肉涨了之后呢 那我不知道第一个 党跟侧衣是不是又要抓大家 说谁在家里面囤猪 这个我不晓得 可是我今天看到陈寅忠 回答猪肉价格涨的时候 其实我真的摇头 因为这是一模一样的复制贴上 他又在告诉你说 业者会从国外进口 来补国内的不足 这不就跟蛋一模一样吗 那我们每一个东西都从国外进口 那我们自己呢 其实他解决就只有这招 不然你还期望他什么招 然后他今天更好笑 他今天记者就问他 他又改口了 他说没有没有 明年蛋不会缺 因为我们会进口来补足 又是进口 所以就这样子而已啊 这个人每天讲话顶三倒四 不知道他到底在说什么 那如果说 你今天进口就能够补足的话 那为什么市面上蛋还是在缺 表示你进口来是补不足吗 我觉得这么简单的道理 他就来说你官方的 我们理解的用量没这么大 怎么大家需求量这么高 他前两天才承认了一件事 什么事 就是市面上缺蛋的情况 比官方估计的还要严重 对 他自己承认亲口讲的 对 你自己都承认了官方估计错了 那正常应该要什么 你要去检讨你的体系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为什么会估计差距这么大 结果你不是这样 你是继续怪别人 好像都还是别人的 官方估计错是因为 你们不让我估计对 是这样的意思吗 我不懂这到底什么鬼逻辑啊 所以我真的觉得 陈吉仲还在位一天 台湾就完蛋一天了 但是海明哥你如果真的说 我对官方的这个预估是错误的 可是你还有一年的时间 你现在就预知你明年还是不行 那你没有要从产业面做任何的更改 猪肉不也是吗 其实我跟你讲 陈吉仲你以为他真的不知道问题在哪 他知道 只是他故意不动而已 因为我讲实在话 他自己是农业经济教授 你觉得他真的会不懂吗 他自己是农政出身的 所以你真的认为他对农业问题 真的完全不了解吗 何况他不是常常没事 讲起来就要哭说自己是租农之子 那问题是知道问题 跟知道解决办法是两回事 他现在做的方式 刚好是助长到明年一样会缺带 因为他做的方式刚好全做 你看他之前一直死不承认缺带 然后市面上真的不断缺带 缺到他实在没有办法再掩藏了 因为直接立法院开议的时候 立法委员直接在旁边的超市都买不到带 然后结果他们实在 实在掩藏不住了 只好同意说从外国进口带 然后从外国进口带 他们用非常昂贵的价钱 因为去从本来带就比台湾贵的地方去进带 然后再加上昂贵的运费 然后进来之后 再用非常便宜的价钱 放在这些特径的超市跟连锁超商 那你知道会造成什么结果吗 这只会造成一种结果 就是因为我们的成本本来就高 蛋农的成本本来就已经在那个地方 结果你让进口的蛋 用低于市价的方式去卖 就造成什么 造成蛋农不愿意生产蛋 因为我生产出来就是赔 没有人要买我比较贵的蛋 那当你做了这种措施之后 只会造成一个结果就是蛋农 我尽量减少生产蛋 对啊 就只会这样啊 然后就一直恶性循环 对啊 所以你进的蛋越多 我们的蛋农生产反而越少 对 因为我没有办法跟你竞争嘛 就这么简单 所以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 你从国外进口蛋来 你是补蛋的不足 而不是要让民众买便宜的蛋 这是两回事哦 对 所以你就你成本多少 你就算你要降低一点 因为我们成本实在贵到吓死人了 我们每一 我们一斤蛋的运费就要是一百块 然后再加上蛋本身成本大概一百块 所以是两百块 然后我们在市面上卖六十几块 所以你正常你至少应该要卖到八九十块钱 就是让它跟市价是平齐的 然后至少符合蛋农基本的成本 你才能够让蛋农还愿意维持 距离去生产蛋 甚至愿意多生蛋 那现在它刚好用完全相反的方式 那你这个情况就只会越来越严重 就会造成蛋农越来越不越生产蛋 就猪肉他现在也是用同一招 猪肉现在一斤已经破百 然后结果他还是这样搞 然后他之前人家问他 你看看他讲的话根本完全没有逻辑 他现在告诉你说业者 已经自行从国外进口 会来把这个补足 可是你知道吗 他前两天才讲什么 说为什么会缺 缺那个市场会缺 因为业者进的很少 因为国外成本高 因为全世界猪肉都在涨 都没有他的局 这两个话都是他讲 请问一下他讲的话到底哪一个对 对 都是他说的 一下说国外成本太高 所以业者不愿意进 一下又告诉你说业者现在愿意进了 那是怎样 所以到底讲的是什么 我告诉你事实是什么 事实是台湾一直都有在进口国外猪肉 只是我们进口的猪肉大部分做什么 除了少数的高级餐厅之外 大部分就是去做加工食品 就是这样子而已 但是我们现在缺了猪肉 就是缺了什么肉 缺现在在市场贩售的这些猪肉 那这些我们一般人在家里头煮菜 或餐厅要用的这些猪肉 不容易取得 现在价钱贵 所以正常来说的话 你农委会要随时掌握 每天宰杀的猪资料 这个很好掌握 里面现在规定猪肉就是电宰 所以你每天的量 你应该都非常清楚啊 你要适时的去做调节啊 那即使进口也可以 你农委会如果可以进口 但为什么不能进口猪 为什么一定要业者去进口 所以农委会最基本的功能 就是调节平易物价 你都做不到 这个是从中国 从汉朝的时候 就有凭准这个职位 两千多年前就有的职位 你两千多年后还做不好 我也不知道你这个人 在这位置上干嘛 最近还准备要升官 讲到喜极而弃 对真的是喜极而弃 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人 人而无信不知即可 那说真的啊 陈吉仲这种人 留在位置上一天 只是让我们见到 一个人想当官的嘴脸有多可耻 那我们讲到NCC 我们又再度获得胜诉之前 我想要先问杨明哥 最后这一个 我们先来刚刚上一张图 就是已经被人家盘点 这当然还不只是五次哭泣 但我们就是讲几次公开的 爸爸当这个 爸爸种槟榔 爸爸种红豆 爸爸种茄子 爸爸养猪 他都有哭 然后这次最新 当然就是当农业部长 他也哭 但是该哭的 我们再哭 他都没哭 水一般的男儿 没关系啦 我觉得男儿有泪不清谈 但是爱哭不是病 甚至能押韵 男人哭吧不是罪 这样可以吗 我觉得他就是 重点不是他哭 哭不哭啦 重点是现在有很多农民 是欲哭无泪 真的 有很多的家庭主妇 跑了好几家超商 买不到蛋的时候 欲哭无泪 然后呢不然就是去吃饭呢 发现一颗蛋要20块钱 哇很贵 然后呢哭不出来 这个我觉得身为一个农委会主委 未来极有可能变成农业部的 第一任部长 而且目前看按照民进党 现在这个立法的策略 因为这些组织法很多都在 这两个礼拜陆续这个出审完毕 很有可能会在520之前三读完毕 然后在520之后马上挂牌 非常有可能 变成是蔡英文最后一年的 这个任期的重大的 所谓的组织改造 政院组织改造的这个支票要兑现 那所以除非陈其仲只做到520 不太可能吧 我说520是今年520 不是明年520 我讲的是明年520 所以他理论上是要做到明年520的 所以如果今年马上就要升格了 他就会是第一任的农业部长 他可能这个哭是喜极而泣 就是他的历史定位可以成为 中华民国首任农业部部长 开心啊欢喜啊 跟终于可以让我的爸爸这个得到一种安慰 中了那么多的这个农产品 儿子当了农业部长 这也算是这个 这个一种光中药主 所以陈其仲看不出他是难过 他应该是喜悦 他应该是喜悦 想说2018年等到现在 终于可以当部长了这样子 虽然你知道从农委会主委变成农业部长 待遇什么都没有差 跟根本没差 可是他就是一个历史定位 以后历史就会记得 最后一任农委会主委叫做陈其仲 因为中间有谁 什么保鸡保鸭的 你都不会记得 然后对 可是你就会记得最后一任跟第一任 所以陈其仲是这样 最后一任也是他 第一任是他 对 就叫陈先其后 对结束在他手上 也在他手上开始 哇不得了 不用钱的补充 找头路 分枯好找在地人 求职便利通 求职求财都轻松 求职便利通 便利商店 免费拿免费看 求职便利通 手机买通喔